青光眼的治療基本上我們分開幾方面 但最重要的是把眼睛的壓力降低 當眼睛壓力降低的時候 我們就會看到神經線退化的速度就會減慢 另外一方面大家都要留意 如果它是有三高的 血壓高、糖尿病、膽固醇高 或者是睡眠窒息症的病人 控制這些病況其實都可以令到病情減輕一些 我們說如何降低眼睛壓力 其實很多時候醫生會用以下三種方法 其中的一種、兩種、甚至三種 來將我的眼睛降低 其中一個方法叫做藥物治療 即是滴眼藥水 滴藥水和你吃顆血壓藥是一樣的 要每天都服用才可以 藥水有些是在滴晚上一次 有些是在滴兩次 甚至在滴三次 所以病人的依蟲性就很重要了 我們每一天都會祝福病人 記得按時滴藥水 又不要滴過量 定期被醫生監察 看看眼睛壓力能否降下來 如果它能降下來的話 眼睛的健康和神經線的破壞 就應該得以穩定了 但是很多人有時滴藥水 會有很多不同的副作用 紅筋、眼眸、刺痛、乾、不舒服 所以滴藥水有一定正確的方法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就是激光治療 究竟為何激光治療可以治青光眼 原來眼裡我們剛才說過 眼壓高了 原來就是眼裡排水系統失了靈 向神經線壓壞了 神經線壓壞了之後 不能回頭了 所以我們會有時建議病人做一些激光治療 激光治療就是針對眼裡的排水系統 用一些很低能量的激光 在排水系統上我們叫做噴一噴 令到排水系統增加功能 當它的排水能力高了的時候 眼睛壓力不會過高 就會慢慢降下來 這一種激光尤其是適合一些初期的患者 以及用藥水用時間比較短的患者 這個激光我們其實如果發覺做完一次 慢慢的效果弱的時候 又可以重複地再做 而對病人的副作用影響也相對比較低 所以激光治療是越來越普遍的了 第三種方法就是手術方法 原來有些病人 用藥水或做激光都不能夠好好控制眼睛 醫生就要幫他的眼睛開刀了 開刀有很多種 我們有新一代的微創手術 亦都有一些傳統的手術 可以幫助眼睛減壓 其實我們都是希望把眼裡排水的能力降低了的話 升高一些 一些微創的儀器可以放入眼睛裏面 讓它可以排走一些水份 手術的康復時間亦都比較快 而另外一些病人需要眼睛壓力降得多一些的時候 就會用一些比較傳統的傷口可能大一點的方法 令到眼睛壓力降得多一點 令到治療成效大一點 所以綜合來說 我們講幾個方法 滴藥水、藥物治療、激光治療和手術治療 醫生會和病人商量一個他最適合和最適合 令到他最容易接受的方案來控制他的疾病 另外我想提多一點的就是 有很多病人有時的眼睛紅、癢、不舒服 就會去藥房自己配一些藥水去滴 以為滴了那些藥水會不紅、不癢 但是大家要留意 如果那些藥水你又不知道是什麼成分 如果它含有類固醇成分的話 它會對其中一部分的病人產生一個不良的反應 會令到眼睛壓力升高了 你又是會不痛、不知道的 所以濾固醇藥水的影響可以很大 一定要經醫生處方才可以使用 所以我會提醒各位市民 不要亂錯用眼藥水 很多時候病人青江眼去到很晚期看東西蒙茶茶 來找我們 發現原來他長期使用一些眼藥水 其實原來含有類固醇成分 這樣慢慢壓壞了神經線 破壞了他寶貴的視力